全球人均工资排名 中国的排名出乎意料 你的工资达标了吗 曾经有一则提高福利汇养懒汉的话题 在国内引起了激烈争论 不得不承认社会福利 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 说到幸福感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也是更高的薪资 更好的福利 最近美国一家调查机构 给出了一份人均工资报告 看了榜单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以为的老大不是老大 以为的老二也不是老二 至于榜单的真实性 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 但是看了中国的人均工资之后 你可以对比一下自己工资 看看扯后腿没有 大家好 这里是人文硬和科普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其他国家 人民工资怎么样 这份报告主要是针对世界上 80个国家的在职人员 人均工资调研规则是按照本币货币计算 主要是针对一些上班族 一些个体经营者并未参与评选 人均工资的构成 主要是企业或者是单位负担的整体工资 包含福利以及各种保险之类的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榜单的前三名 以及美国和中国的排名 看看差距到底在哪里 排名第一的是瑞士 他们的人均工资是6354本币 换算成人民币 每个月他们的基本工资 是在44568元 这个工资对我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瑞士位于中欧 可以说是全球最富裕 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 他们的人均GDP一直处在世界前列 达到86601美元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 也就是55万元左右 他们的月薪在4.4万 同时有着很低的失业率 何才正吃字 2016年03月 瑞士被联合国评为全球十大最幸福国家 位居第二名 所以最有钱的不一定是最幸福的 话说回来瑞士十分注重医疗水平的提高 据说大约11%的全民生产总值 用于建设公共医疗保健系统 瑞士的医疗系统 好到几乎所有居住在瑞士的人 都有自己的私人医生 他们看病不用排队 可以提前跟专家预约 有法律保障妇女不会因怀孕 生育而失去工作外 他们还享有免费产前检查 生产住院产后护理等 所有儿童从出生到16岁或读完高中 国家每年补助三 零零零克朗 从小学到高中 教育完全免费 学校还免费供应一顿午餐 瑞士对老年人的照护更是非常到位 在瑞士 当你的年龄超过60岁 就可以享受政府每个月发放的养老抚恤金 大约有550欧元 瑞士养老模式的最大亮点 点菜式的家庭养老定制服务 瑞士利用互联网技术 建其网络加家庭的按键系统 为老人提供24小时点菜 收款合送餐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随着老龄化和空巢家庭的增加 这种养老餐服务越来越受欢迎 目前在瑞士 已有20多个城市和地区 开展了这项服务 每天为近10万老人提供营养餐 除了政府部门之外 很多非政府组织也在瑞士的养老服务体系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它们中的很多组织还会收到政府的相应补贴 企业节假日是不允许营业的 包括很多的商店和餐馆 如果公司要求职员加班 不仅要支付高昂的加班费 还需要给政府交税 而且它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并不是很大 排名第二的国家是丹麦它们的人均工资 在42,592本币 换算成人民币也差不多是这些钱 丹麦处在北欧 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人口有582万 它们的人均GDP高达6万美元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也有40万元左右 丹麦是北欧五国之一 是一个君主力限制国家 拥有两个自治领地 法罗群岛和格陵兰 北部格北海和波罗地海 与瑞典和挪威相望 并与之合称为斯堪迪内维亚国家 南部与德国接壤 首都兼第一大城市是哥本哈根 和瑞士一样 它们同样是有着极高的福利待遇 这也就意味着 它们的工资支出相对较少 教育来说也和瑞士一样 孩子从出生就有福利可领 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如果学生要就读更高的学府 可以申请免费 丹麦公民无论经济状况如何 都可以享受国家医疗体系 提供的免费服务 医疗费由国家税收支持 但是对于牙科护理及其他医生或医院 未提供的其他类型的治疗 个人需承担部分费用 也可根据收入状况报销 每个丹麦居民都拥有一位社区医生 负责提供疾病预防方面的建议 治疗一些轻微病症 并确认患者是否应接受专业检查 持有个人身份号码 CPR与国家医疗健康保险的居民 可接受免费急诊治疗 更让人羡慕的是 他们国家也是严禁加班的 他们的工资是一周只工作33个小时得来的 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 不会超过6个小时 这样的工作时间真的是让人太羡慕了 排名第三的是卢森堡 这也是一个小国家 他们的平均工资在5,466 本币折合成人民币也有4万多元 卢森堡是地处欧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家 他们的国土面积只有2583平方千米 人口也只有62.6万 卢森堡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欧盟和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 拥有欧盟多个下设机构 如欧洲法院、欧洲审计院以及欧洲投资银行 被称为纪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之后的 欧盟第三首都 同时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 还是欧元区内最重要的私人银行中心 即全球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的投资信托中心 金融、广播电视、钢铁是其三大经济支柱产业 该国失业率极低 人均寿命80岁 孩子从出生一直到18岁 每人每年可获得约4000欧的儿童金 子女免费教育直到26岁为止 上大学不仅免费还可领取每年13000至17000欧的 交通和教育补贴 卢森保股力生育 在卢森孩子父母除享受带薪假期外 还可获得政府的父母金等补贴 生的孩子愈多 一般母亲最多可获得一年半的产假 孩子刚出生的那一刻 母亲可获得几千欧元的奖励 每个月可获得几百欧元的补助金 此外任何一个有卢森保一年有效期居留的人 都可以得到8000到1万欧元的政府补助 在卢森保买第一套房子 之后每个月会有250到300欧元的房屋补贴 另外还有在全欧盟买家具和装修材料的退税政策 卢森保的工作时间比丹麦稍微长一点 一般一周在40个小时左右 工作5天 每天8小时 他们国内的所有交通工具都是免费的 这对于上班族来说 又会节省一大笔钱 除了交通工具免费之外 本国也计划推出了更多的公共假日 也就是说本国人除了特定的节假日之外 还会有更多的休息日 这个工作福利简直不要太好 既然本国人那么有钱 那么豪车别墅更不在话下 这个国家的这些福利成为全世界首例 真的是相当优秀 而且当地的医疗教育都是免费的 国民素质也是非常高的 但人之所以那么少 主要是当地人不怎么喜欢生小孩 所以他们的人口都是比较少的 既然有那么多的福利 当地肯定也有一些弊端 那就是当地的娱乐措施不多 旅游业不怎么发达 不过总体来看 卢森保人均GDP非常高 就连美国和他相比也稍微有些逊色 看完这三个国家 我不得不承认 是真的羡慕了 这得益于他们国家早期的经济积累 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些国家之所以有高福利 就是因为他们也交税 比如丹麦 他们人均收入的8% 都是用于社会福利的缴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美国人均工资排名世界第七 他们的工资是按小时计算的 一般每个小时在26.15美元 如果换算成人民币 每个月的收入也有29400多元 也是很高了 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也在7小时左右 美国政府有专门机构 免费为本国人找工作 绿卡持有者只要到此部门登记自己的技能主专长和兴趣 该部门就会免费为人找工作 同时 该部门还免费培训等待就业人员的基本技能 如电脑主英文等以协助他们就业 一般累计10年交税记录后 通常为65岁退休后 便可终身领取美国联邦政府发的退休金 每约1000到1200美金 对很多移民来讲 领取退休金的年数 比交税工作的年数要多 说完美国 我们再来说说中国的排名啊 真的是很让人意外 人均工资排名在40名 8414元左右 看到这个有些人可能不淡定了 普通人一般都是一个月5000多的工资 那不是严重地拖了后腿 当然这不能代表所有人 大城市里领着高薪水的上班族 还是很多的 不过每天工作至少8小时以上 家常便饭一样的加班 那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部分人 在工资支出方面 孩子站到了大头 各种培训班花费实在是让人心疼 再加上每月的房贷 燃油费用等等 基本上就是月光 至于病灾什么的 最好是祈求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棒棒 因为抗风险能力较弱 那说这个排行榜不靠谱吗 也不是 其实算算各种福利 住房公积金虽然比平均水平低点 但也差不多了 只是我们的支出太多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了 毕竟那些国家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 不过我们国家真正发展才几十年 到现在有这样的福利 已经是很不错了 最后小编还是要说 不管你的工资多少 其实精神上的富足 远远比物质上的堆砌来得更加宝贵 真正的幸福 从来都和物质无关 也没有高低贵贱 真正的幸福 是来自内心欲望的满足了 得到了极是幸福 现在的人们 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 让我们不得不努力 不得不上进 但是也不要忘了偶尔释放一下自己 好了关于工资排名 今天就说这些 有说的不全面的地方 欢迎大家做出补充 给个评论 点个赞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